哈喽 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两天没见面了 今天跟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去注册 注册完了之后 又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 就是客服监控 客服监控呢 主要分为几块 我们今天就重点的先说一下 这个东西 我要新建一个 好 这是新建在哪呢 这是找不着了 然后 这个保存 然后的话 我再 这个也是 这个也保存吧 OK 那我再重新打开一下 这个东西用的不太溜了 现在 OK 现在这样子 软件就是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开始新建 好 今天这个话题呢 主要是什么功能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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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工作做的不够好 OK 我要把这个东西都给它换一下 换成逻辑图 OK 就这样吧 好 今天我们讲的是客服监控 这个功能模块 那就是客服监控 首先呢 这个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第一 就是有群发间隔 有个家群间隔 还有个监控回调群 还有一个那个监控转发个人 监控转发个人号 另外呢 这些就是家群 群发 一键已读 还有个是群监控 还有一个个人回复 还有一个发完退群 OK 那他总共分为几块呢 总共分为了 首先呢 他肯定是有一个就是家群功能 家群功能 OK 那下来有个什么功能 有一个群发功能 这个群发功能呢 就是在家的群内 在家的加入的群内群发 好 还有一个是是否退群啊 可以呃 发完就退群 因为什么吧 因为你如果发完不退群的话 这个号在里面可能就会收到很多消息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的话 你如果监听啊 就是监听的时候呀 这么多群 你一监听 哇 全是很多都是广告群 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就有的监听不到啊 好 然后家群群发 还有一个是监听 监听群的功能 还有一个核心的就是说个人回复 这个功能模块呢 是把这个东西给它 给它融合到一块了 给它融合到一块了 然后呢 主要是分为这四个东西 还有一个是一键一读啊 一键一读这个东西 一键一读 我觉得倒是用的比较少 啊 加群功能呢 就是 呃 在那个file文件夹下 file file文件夹 夹下 file文件夹下的那个群链接 点tst 然后这个呢 是用 用一条删一条 删一条 啊 这样子 然后群发功能呢 就是说加入这个群 然后就在这个群里面群发 啊 大概是这样意思啊 他呢 必须就是得加这个群 然后才群发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不对不对 这个我说错了啊 这个加群群发的功能呢 是 这个账号本身假如说有100个群 那我会 嗯 从你的第一个群到100个群 我都给你算出来 哎 这个东西我总有100个群 我挨个的 在这100个群中间 给你发送消息 然后呢 这个加群功能呢 他就是边加群 边群发这样子 你想想开始的时候 你有100个群 然后后面你加了加了100个群 那就有200个群 那他最后呢就会走完这一轮之后 他的群会越来越多 不停的就是增加你的群 所以说这时候你的群的负担量呀 如果说去监听的话就负担量比较大 所以说他就是有一个发完退群的功能 因为有的群你也就看了 你也不用看他怎么样 反正就是觉得不行的话就就不用那个什么 因为这些群很多正常的群呀 很多正常的群的话 很多正常的群都是有机器人 然后的话还有什么什么反正意思是什么啊 综合一句 这个加群群发就是广撒网 你有多少个号在加群群发呢 对吧 好监听群这个功能我觉得是核心 因为这个功能就是监听和客服 这个功能主要监听和客服啊 这个监听群呢就是什么 群内有触发 触发你关键词的留言 自动监听到 然后转发给回调个人号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主动出击啊 你想想那么多群 然后我同事监听监听到了 然后就马上把这个消息推给大号 那转发给大号的时候呢 那个是有用户名的 等会我们去测试啊 好 这个个人回复功能呢 就是客服问答 你想想你一次挂了一千个号 然后这个小号呢 他们肯定你发广告吧 发了广告之后 有人如果在问你这个小号问题呢 怎么办 如果有人在问你小号问题 你大号不知道呀 那这时候呢 就是个人回复 回复了之后就自动 还是去推送到你的大号上 然后你的大号做监听 OK 那还有一个一键已读的功能 这个就不说了啊 就是一键你所有的消息给你 全都给你读一遍 就是省得你在登录的时候 一看 哎我操这么多号 消息没读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啊 在这儿 我看看账号 有没有账号啊 我看看有没有账号 有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账号啊 还是前几天弄的 那我们试一下 这五个账号还能不能用 一般的话 这种广告号 你存活不了几天的 所以说趁着这几天 赶快把它用完就对了 一个号 假如说两块钱 或者两块五 或者三块五都好啊 假如说是两块五的话啊 你一个账号 如果发了一百条消息 那你一条消息就是 两分五 你就这样子算了 如果发了两百条消息 如果发了一百条消息 又拉了 拉了五十次人 那你是不是更划算 是的 那你趁着没死的时候呢 你又监听了消息 如果主动获客给你获来了 那你是不是更划算了 没错吧 就是这个逻辑啊 你一个号 反正就是花了两块五 我做了广告 我做多少广告 这个由你自己来决定 对吧 反正不花钱 不赚钱 这个道理 我相信大家都懂啊 OK 好 那我们就先用五个号来测试 等会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这注册啊 因为我现在 也就拉了这几个号 然后呢 你看群发间隔 我建议大家就写成 写成20分钟 发一条 因为呢 他这个东西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你发的多了 就会 to many requests 就是说发送频繁 然后呢 加群间隔更是一样 也要控制在 20分钟 加一个 那OK 20分钟的话呢 我就是1200 1200到1300 好 这个呢 我也 我因为我是测试啊 我是测试的话 我不能加那么少吧 我加那么少的话就不行了 120到 就两分钟加一个吧 然后咱说着话也差不多 120到130 我就缩小十倍 但是大家不能这么写啊 你如果这么写的话 死号死的很多的 好 回调群 我这个号是不是没登录呀 OK 我登录一下我这个号啊 好 这儿有一个testsoftware 这个是我刚加的 刚建的一个群 如果谁不会建群的话 回头在私下里找我吧 我给大家说说怎么建群 OK 好 这个群链接是testtgsoftware 好 然后呢 我这个号回调个人号是 这还没有 at at at什么呢 随便at一个啊 a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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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 ware 这个还不行哦 那我再加一个 sem 可以吧 这个可以了 好 随便搞一个用户名 这个因为它还没用户名呢 我给它弄上来 test software sem OK 那我选择什么呢 选择 我又加群 又群发 一键已读就无所谓了 然后群监控 哎 个人回复 然后发完退群 然后监控次数 字数我写20个 20个字呢 因为什么 因为很多广告啊 因为很多广告的话 他们那个群 他们那个群的广告一般都是超过20个字的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你就设置了设置个10个呀 设置个几个 超过这些字 我压根理都不理他了 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一个操作啊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呃 就开始先 对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就是这几个用的是哪个文件夹 好 打开file文件夹 打开file文件夹 然后file文件夹下的话 它有个是广告语 对吧 你看啊 广告语 哎 他往哪发的话 就是发的是这个群发拉人 克隆 然后免费机器人 对吧 是发了我的广告语 这都是测试的啊 好 那这个监控回复呢 是什么 就是说我在群内监控到你这个拉人 监控到你这个僵尸粉了 哎 我就知道哎 你你发了 然后我就把你 呃 获取获取之后转发 给他回复一个字 然后的话 再再转发给我大号 OK 这个呢 就是客服问答 呃 这个是客服问答 好 再下来是一个批量回复 呃 这个批量回复 我没做 批量回复 就是说没有触发这个 批量回复 是没有触发这个客服问答 比如说 有人问在吗 有人在问什么 问A1 A2 A3 哎 就给你那个什么触发了 那如果没有触发的情况下 就是哎 那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吧 呃 批量回复 哎呀 今天的天气太好了 马上 但是过几天就该来台风了 对吧 好 就这个意思啊 好 保存 这个是批量回复 就是没有触发你这个客服问答 这个客服问答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在这个关键词 然后五就是五秒钟之后 这个消息就自毁 然后呢 回复的语是回复的智能导航 然后他这个呢 是这种格式啊 然后下面也是跟上面一个的 然后还有一个A1 你看 每一行判断 他那个什么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树杠 如果这一行有树杠的话 就判断为新的那个关键词 关键词的格式就必须满足A1 就是说上面是触发的关键词 然后中间呢 是自毁的秒数 第三个呢 就是那个什么 第三个就是这些话术 它是可以换行的 那OK 这个就不改了啊 OK 我就开始这个 50到60吧 50到60 加群50到60 先说一下啊 大家不要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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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遍啊 我这样是给大家做演示的 看起来舒服 然后呢 大家如果做的时候 就不是这么做了 你这么做的话 绝对死号呀 不用想的呀 绝对间隔 间隔少了 啊 好 先就这样啊 先就这样 我把这个挪到这儿 然后开始 然后就登录这几个号 哎 这些号是已经死了 就留了几个号 就留了一个号啊 哇 搞了半天就留了一个号 你看 他在这个群里面 发送了一条消息 哎 我们去这个群里看看 这个号没有 我没有的话 等会我就那个什么 再注册一个吧 你看 在这个群里发了一个什么 发了一条消息啊 哇 这个太多了 这个消息跳的有点快 你看啊 群发拉人 这个是不是挺多的 那OK 这个是我弄错了啊 在这儿的话 是我弄错了 首先 这个是要用竖线来分割的 我没分割 OK 把它那个什么 删除掉 把它关掉 然后我重新再设置一下 刚才设置错了 广告语 哎 我束线分割 这不是一行一个啊 有的地方呢 是一行一个 有的地方是出现分割 你出现分割的话 就代表这个是一个单独的那个什么广告语 OK 我这样子就行了 那为了为了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是没账号的啊 OK 那我就注册一个账号吧 我先暂停一下 我先登录一下软件啊 毕竟这个东西是保密的 好 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然后呢 我需要做的事是什么 我先注册 就是我用的是那个本的API 本的API呢 这个东西注册比较便宜 就是大部分的广告号 就是这来的 然后呢 我不选择双单注册了 因为双单注册太慢了 然后我就跟大家显示演示一个五线程 然后注册一个 我就注册注册十个吧 注册十个 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呢 这个对应的是 这个 case文件夹下 有个本地API文件 这个里面呢 我放了100个号 这个东西就叫做 叫做API 本地API接码 总共有100个 OK 我给大家演示十个 演示十个的话 就是我花十几块钱了 大概就这种意思 OK 国家编号的话 因为这个是美国的 我就选一 然后呢 其他东西都基本上不用动 OK 然后开始注册 因为我没有用代理池啊 先说好 没有用代理池的话 我基本上会死号死的很快 那这个就看看能不能过了 好 开始接码 接码了一个 第一次已经成功 然后这都接到满了 你看啊 注册好的账号 注册好的账号 这就来了 注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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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注册结束 这个东西就 就已经成功注册十个账号 对吧 哎 这就这么快就注册完了 一分钟都不到 对吧 OK 那好 那我这现在是有多少个账号了 我这是有 现在有12个账号了 OK 有12个账号 然后我们重新再启动这个啊 再启动这个 然后我们再开始 好 他就开始那个什么 你看哎 这个号都开始加入了 都是秒加入的 然后呢 回调群 他就会在这说 哎 在某个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在某个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对吧 你看啊 这个日志也会说 哎 我在哪发送 发送消息失败 这个发送多少 失败 这个群不允许所有人发送消息 我们来验证一下啊 点击进去 然后 这个 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我来个 Join 你看 这种是不允许所有人发送消息的群 那就没啥说了嘛 对不对 好 那刚才他在哪发送成功了 比如说在这个群里发送成功了 我们来也验证一下 好 他也发送 哎 引流出粉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OK 那我们再来验证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你看拉人上粉 罗灵 就是我注册的账号都是中文的 就是罗灵 OK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顾贵之 然后我给他发掉消息 在 在 嗯 他是不是就在那跟我说在了 因为 因为呀 回复的 监控 回复的是这个号 所以说呢 他就会又给我转发了一遍 对吗 他就会又给我转发了一遍 from什么什么什么 并且自毁了 并且自毁了 因为我设置的自毁是5秒 软件 这个东西 你看啊 有人在那问 没有触发软件 那OK 那他就说今天天气太好了 他然后又给我转发过来了 那OK 那我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啊 我设置了 呃 case 不是case 是那个files files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客服问答 好 客服问答 就在这啊 你好 对吧 待会儿 你好 我就问个 你好 哎 他就说你看啊 问心提示 什么两秒秒 两百秒后自毁 然后呢 僵尸粉问题 请回复A1 那我就回复个A1 好 A1呢 他就说 哎 群组频道均可添加僵尸粉 群组请添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都是我的广告语嘛 对不对 自动回复 然后呢 正常情况下 我会在这儿 再留一个自己的大号 作为我的那个什么 就是回调人 作为回调人 OK 我们看这儿 他在某某某发了一条消息 在某某某发了一条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否发了 在这儿 其实的话 你都可以自己去看的啊 招人频道 拉人 哎 这儿是不是 他只要不做限制 群不做限制 我们就能发得出去 群做限制 就发不出去 我们再来找这个 罗琳 罗琳的话 我给他发一个什么呢 罗琳给他发一个 看看客服问答是啥 比如说A9 或者说是发一个老板 或者说是什么什么玩意儿 来吧 老板就老板吧 罗琳 老板 老板 回复了吗 你可以同时在线 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号 同时在发广告 并且同时在监听着你这个客户 客户回复 那你如果回复的话 那是什么概念 请问 我有一千个号在同时运行 又能收消息 又能发消息 是不是很爽 哎 我主动出击 我监听这个群里面有没有别人发 比如说我用小号 我用我小号在这个群里 我发一个拉人 好吧 我在哪呢 就是他在这个群里 这个群里是能发的 我用我这个号在这直接发一个拉人 哎不对 我在哪个哪个群呢 在这个群吧 在这个群有一个宝妈数据啊 交易 然后呢 他不他不允许说话 不允许说话就算了 那OK 那我再想想啊 这个东西在这个群里面吧 发送了一条消息 哎 台湾数据 Joy 然后我来个 拉人 有优惠 拉人有优惠 然后20个字 然后中发送消息失败 发送消息失败 这些东西都会告诉你啊 然后请求频繁错误 对吗 家群频繁了吧 是不是 这个是30分钟加多少人 反正我最好设置成20分钟加一次啊 20分钟加一次才行 要不然的话 这些号你就直接频繁了 就错误了 错误的话 这个进程他就结束了 你看这个东西都是有那个什么的 你想想你如果号足够多的情况下 你觉得这会没有客户吗 所以说有的客户 有的朋友在那问我 这怎么有客户呀 其实问到我了 怎么有客户 就这样有客户呀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引流软件呀 这个号已经死了 这个号已经死了 被人投诉了 这个号肯定是被人投诉了 然后就怎么投诉人呢 右键点击 然后有一个delete 然后ban report 然后delete 就完蛋了 这个号基本上就被就被投诉掉了 如果连续几个人投诉你 那就那就肯定是掉了 所以说呀 发的时候就要讲究一些方法 你不能发的太那个什么 太露骨 OK 那这个功能的话我就不录了啊 这个功能已经在那演示了这么多了 发送成功 发送成功 这个就是回调群 然后那个演示的转发的功能也也是转发了 你看老板转发老板 对吧 这个功能加群群发都有了 然后群监控的功能 群监控的功能应该也是有的啊 群监控的功能 我刚才设置的是什么啊 群监控 监控回复 拉人 然后僵尸 克隆 那我那我找一个 再找一个克隆 好 克隆 克隆 克隆人 克隆群 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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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OK 这个东西它没有监听到还是什么 这个东西可能调试着有点有点问题啊 可能突然间给忘了 我记得是这样弄的吧 这点监听的话是肯定能监听到的 因为这个这个 但是现在这有点问题 然后回头的话再跟大家说吧 好吧 这个东西就再跟大家说了 然后这个视频已经23分钟了 就不说了啊 这个功能最主要的核心啊 最主要的核心还是这几点 就是第一 加群 第二群发 第三监听 然后第四个人回复 这个你想想又加群又群发 然后又个人回复 然后又监听着群 然后这几个功能呢 它真的是非常完善了啊 呃 我突然间想起来 我可能为什么不监听我了 因为这有个黑名单 黑名单把我这个号的ID 已经加入黑名单了 就是因为我是这个管理员啊 管理员在那发的话 就是回调号 他肯定是不转发 那个那个回调管理员的呀 你转发别人的呀 你要是都转发这个管理员 肯定会出问题的嘛 对不对 好 那这节就到这了啊 然后我们下节再来 好 拜拜 我们慢慢